可是就在这块土地上 1979年开始 刮起了一股猖狂的走私妖风 这里距离香港只有几十海里 海上交通十分方便 在短短的三年间 据不完全统计 全县直接到香港走私的就有五千多人 街头巷尾到处是贩卖私货的摊贩 这种私货比比皆是 一些城镇和公社 形成了远近文明的私货集市 国外有人讥讽说 这里是远东的国际市场 这股走私妖风 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 严重腐蚀了干部群众的思想 它破坏了外贸和工农业生产 偷漏国家税收 扰乱社会治安和市场管理 直接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海丰县百货公司 1979年销售国产手表 2900多支 而81年仅销售4支 这是走私殆尽海丰的假人民币 它是用日本的纸 台湾的版在香港印刷制造的 大量的黄金白银被偷运出境 我们这里拍摄的仅是被查获中的一小部分 有的同志痛心的说 这里流出的哪里是黄金 这是我国人民的血汗 大量的文物和药材也被偷运出境 需要 Starbucks 我也不要添敏 请他来个踏运出境 步骂 对